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曼华老师 首先在这边祝大家猴年行大运 各个猴腮雷 说到2016年的猴年开始 我相信大家对今年的整个运程 都一定很关心 一定很想知道财运如何对不对 但是老师在这边先告诉各位 只有前六名的生肖是真正能够有钱进来的 首先想知不知道第一名 我们的生肖财运是如何呢 恭喜恭喜 恭喜我们第一名的生肖的朋友 就是我们生肖鼠老鼠的朋友 哇耶 今年鼠老鼠的朋友呢 真的就是迷幅其实的才来救我 什么叫才来救我呢 七路子才 老婆抱你 儿子抱你 这个叫做七路子才 才从天上掉下来呢 这个就是天生的才 今年鼠老鼠的人呢 曼华老师周边有很多的朋友 今年是一个走到极致巅峰 也就是说不论你是上班族 不论你是工作岗位的这个 所谓的小领导 或是我们的干部啦 或是一些经理 你可能再上到更上一层 然后如果从实际面来讲的话呢 你的这个人际资源呢 能够真正的掌控 而不是只是词和玩乐玩就没有了 可能大家可以借力实力呢 然后跨区域连接成一起 所以鼠老鼠的朋友 今年不论是正才有 偏才也有 还小有收入 那么这个收入呢 老师建议我们鼠老鼠的朋友呢 可以做一点稳健的投资 也就是说不要去追求这个高风险 然后呢 短暂的投资 今年有很多鼠老鼠的朋友 会把钱花在装修房子上 这个买车 换一台新车上面 但无论如何 这样的钱都是花在自己身上 肯定是比较高兴的 先祝福我们第一名的 鼠老鼠的朋友 那么第二名我们生肖 鼠龙的朋友 哎呦我们下一条 恭喜你了 其实龙一直是老天宠爱的一个生肖 不论任何一个年孕的到来 我们生肖鼠龙的朋友 永远都是在这个孕城之上 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爸爸妈妈 要生我们这个龙子拉龙女 真的在猴年 我们鼠龙的朋友 一样财运高达第二名 为什么漫画老师 把我们鼠龙的朋友 把财运摆在第二名呢 因为你们今年 偏财比正财多啦 让人嫉妒 偏财比正财多 所以上班族的朋友 我知道现在很多人 下了班可能有自己的网店 可能有自己的 可能像淘宝店 或是其他的 在网路商城设立的店 或是下了班之后 跟朋友合作的 可能是卖个五十兰 或是其他的泡沫红茶店等等 这个都叫夜外收入 那么今年鼠龙的朋友 就是夜外的收入 会比正常上班的收入还多 而且这个夜外收入 还包括大笔财哦 我有一个朋友 过年前他就是 随便帮人家讲了两句 卖了房子分他二十万 爽吧 这就是偏财 所以今年鼠龙的朋友 财运高达第二名 老师建议你们呢 把这个赚到的钱呢 能够拿来怎么样 投资资产 也就是说 如果你收入是比较多的话 我建议你们 房市整体来讲 后面会越来越好 所以如果有机会 以自己的能力 投资小到房也OK 那把家里重新更新也OK 所以鼠龙的朋友 今年在资产上面 是比较稳健的 利用你多余的偏财 去做一个中高期 中长期 甚至黄金等等 或是优质房产的投资 海外的房产投资 都是我建议的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 生肖排名第三名的 也就是我们鼠羊的朋友 恭喜恭喜 鼠羊的朋友呢 在前两年呢 是属于这个劳碌命 陀罗命 辛苦得财 但是到了猴年呢 一样脱离不了这个命运 可是今年猴年 鼠羊的朋友 你已经这个 拼出来的业绩 让大家看到那个 亮丽的成绩单 所以鼠羊的朋友 有很多人 可能从一个小职员 一路攀升 这三年 一路攀升 哇 到了最高的顶点了 所以在今年的这个产运上 他获得了一个叫做 玉堂 鼠羊的朋友 得到一个玉堂的大薪 这个玉堂薪就是说 你后面有个大贵人 然后呢 你后面也有个大老板支撑你 所以今年你在你的 基础的本业上面 基础的资产上面呢 然后你再加进你的努力 赚进很多的人脉财 所以老师把我们鼠羊的朋友 排在第三名 因为你人最主要 仍然是有做才有 没做没有 但是呢 做了会加成 好 一加一可能不是只有二 可能会变成三 可能会变四 可能变成五 所以玉堂老师建议我们鼠羊的朋友呢 在你辛苦得财的时候 千万不要去干嘛 做高风险的投资或是理财 或是短线的股市 上半年呢 在后年来讲 也不是说特别好好 还是要谨慎一点 老师建议辛苦赚来的钱呢 可以去做一个比较 比较保本的 稳健的投资 比如说这个长期性的 或是一些股 比较有这个 职优的股票啦 或是这个基金等等 反正这个钱 对你而言 是一个向上的累积 对我们鼠羊的朋友来讲呢 猴年也是一个大收获 接下来 茫华老师要公布第四名 我们生肖财运 排第四名的 就是我们生肖 鼠牛的朋友 太开心了 对不对 往年的牛呢 都是水牛 然后都是 拖着老牛车的牛 今年的牛呢 肯定是个斗牛 因为今年老师 会把鼠牛的朋友呢 排在财运的第四名 为什么呢 因为他 平常的钱是一般般 也没有多余的 太多的偏财 也没有太多余的正财 可是我们鼠牛的朋友 靠什么来赚钱 千万记住 今年鼠牛的朋友赚的钱 就是贵人财 什么叫做贵人呢 贵人不是贵在地下的妇人 贵人就是上辈子欠你钱 这辈子来还你钱的人 所以你一定要非常审慎的去观 去闻一闻 去嗅一嗅这个贵人的味道 有可能是你们大楼扫地的阿嬷 也有可能是这个保全人员 大楼保全人员 也有可能是你十几年没有联络的 这个当兵的朋友 小学同学 今年都有可能成为你的大贵人 所以千千万万记住 今年鼠牛的朋友 如果想要赚得人生的大财呀 这个不是偏财 可是很财 千万记住 多主动跟人际交往 多主动去观察你 这么多年的人际关系 去做一个好好的整合 然后活络你的财源 好几年没赚大全了 今年一定要 真真切切地来把握 好我们来公布第五名的 就是我们生肖属狗的朋友 有没有属狗的朋友 漫画老师周边也有很多 特别是1982年次的狗 在现场有人在跳舞 很开心 这个生肖属狗的朋友 今年真的是稳中求贵 越发地向上 权力是越来越高 然后这个钱 可能不是一下给你很多条 但是也是越发地向上 所以属狗的朋友 漫画老师只把它摆在第五名 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整体上面来讲 还是一样 也是属于辛苦财 做得多是应该 做得少就不应该 做得多是正常 做得少你就完蛋了 所以今年属狗的朋友 利用在职权上面的一个资源 一个平台 去创造更多的收获 是一个当务之急 另外属狗的朋友 老师摆第五名 是也有一件事情要注意 因为今年很多属狗的朋友 要上大位 上大位的时候会干嘛 人哄是非多 所以呢 钱财的分布 这个利益的均衡 要多分给别人 比如说你吃鲍鱼的话 分一点粥给别人喝 也没关系 所以大家一起赚钱 你的权力会更高 你收获的资源会更多 整体来讲 会比去年 会比前年整体来讲 真正入库了 很多属狗的朋友 前年还没入库 去年也是花费很多 那么今年猴年 是真正入库了 还是恭喜你 最后一个 财运第六名 哇 大家已经想 前面五个都已经去了 那么到底是谁 恭喜我们属兔的朋友 恭喜大家 今年不是猴年吗 老师 怎么会是属兔呢 来 各位想一下 属猴的人 他都是在天上跳来跳去 属兔的人 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脚兔有三哭 对不对 所以兔子如果跳的话 绝对不输猴子的 兔子有钱的话 是有三哭 所以今年的兔子呢 赚的钱 跟茉花老师刚刚讲的 其中一个生肖是一样的 那么就是属牛的 今年属牛 跟我们排第六名的属兔 是一模一样 全部都在赚贵人钱 所以属兔的朋友 在年初的时候呢 要做一件事情 可能你必须什么 先付出才有收获 你必须做提案 可能你要做七八个提案当中 只有一个或是两个会成功 那你是做还是不做 做 一定要做 因为你今年只要有一个得标 只要有两个按得标 你就上天堂了 你不是下地狱 梦想是美丽的 但是现实是残酷的 你一定是要往梦想的路去走 所以今年属兔的朋友 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可能平常 这个吃光喝光 每个月就是月光族 可是突然来的那个大财 就是漫画老师讲的 极极重要的这个贵人财 而且给你的大的这个权杖 所以漫画老师 建议我们属兔的朋友 在今年财运 能够派上第六名的时候呢 好好的善用你这笔钱 去把它投资 存钱下来 那这个投资肯定是要稳健的 或是也可以利用房市 要起来的时候 好好在最低谷的时候 把房子买起来 做好最大的存钱 一定有六个好的生肖 那么肯定也有 比较不好的生肖 大家都知道今年的猴年 也就是本命年 生肖属猴的人就是本命年 我们都知道一句话 太岁当头做 如喜必有灾 今年的猴呢 确实有受到一点冲锋变动 不过还好 到了下半年 这个身中含金水 猴子肯定还是要吃点香蕉啦 香蕉就是属金 肯定要喝点树上的水啦 这个叶子上面的鹿 那那也就是水 所以呢我们猴子在上半年 确实有受到一点拨着 但是下半年之后 喘口气 新生之计就来了 但是老师还是要提醒 属猴的朋友呢 今年要做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在年初五之前呢 先去大庙安太岁 安个太岁比较保平安 而且一整年都有照应 另外呢 也就是我们讲的 所谓的逢凶化吉 老师也建议在今年 从年除夕 从现在开始 从前面开始 到现在的这个十五之前呢 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洗牙 捐血 做一个比较化解雪官的这个事情 再来一个就是捐一点钱 可是这个钱上面呢 最好能够写在红包 红包你可以用无名事 或是用你自己的名字 捐权给我们需要 这个帮助的朋友 这也叫做 这也叫做一种这个红色 红色 跟我们这个雪光 转胸化吉 是一样的意思 那么属猴的朋友 在下半年呢 今年呢 可以靠着你的 在行业的专精 又是你的技术啦 你的这些特别的名声呢 能够赚到你该赚的钱 另外要注意点呢 就是十二生肖当中 今年最糟糕的 不是猴哦 你太紧张了吧 其实是我们冲泰税的虎 为什么说冲泰税的虎 是这么这么的 运程这么的大呢 不过老师在这边 也要提醒我们属猴 属虎的朋友来讲的话 基本上是 欲己则己 欲凶则凶 如果你前两年都不错的话 那么在虎 在这个猴年 属虎的朋友 你就基本上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这个变动就是什么 你可能念书念得很好 有机会出国留学 有机会申请 海外留学的这个奖金 然后你公司表现很好 有可能就到我们大陆这边 到内地来工作 然后也有可能 你们家 这几年的环境变迁 然后让你可能到海外去搬迁 对不对 住到海外 这种变动 其实是一个好的变动 但是如果你前几年 已经钱花到不行了 信用卡的消费 已经欠了很多了 然后工作也是一个又换一个 那么这个就是不好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属虎的朋友 就要记住一句话 欲己则己 欲凶则凶 一定要千万注意 还是一样老师给的建议 年初的时候到大庙 好 先去按个太岁 然后去做一个捐血 洗牙 或是捐钱的一个动作 来化解 转疾维修 属虎的朋友 千千万要注意 因为今年十二生肖当中 你的变动是最大的 千万保佑 阿弥陀佛 另外老师来提到两个生肖 一个就是我们行太岁的蛇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害太岁的猪 很多朋友一定会问老师 什么是行太岁 这个行字其实就是波及 所以今年属蛇的朋友 整体运程来讲其实不差的 正才也有 偏才也有 偶尔还有点意外的小才 可是被谁波及 被朋友波及 被什么波及 被事情波及 也就是你的心 因为你今年其实没有超级大财 都是属于小的财 如果你想去跟别人去餐一咖 这个去做投资 那个去怎么样 但是这个业 这个领域又不是你懂的 所以就被朋友波及 你去投资了一个 根本不懂 什么叫做烘焙的 面包的人 结果他只是看到说 烘焙现在很火 就去赚钱 那这个是不对的 你去投资一个 你根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 可能是一个短线的基金 或是股票 结果你根本没时间去顾 然后这个专业经理人 也不是你长期合作 或是有口碑 那么你的钱 有可能就损失了 所以老师在这边提醒 我们属蛇的朋友 今年还是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守进长安 No news is good news 这个这句话 可以套用在很多生肖上面 最后一个就是叫做害太岁 害太岁这个害呢 叫做被迫 它不是主动 是被害 那么这个害是被谁害呢 其实呢 属猪的朋友这个害呢 主要来自于感情 主要来自于情绪的害 这个害呢 其实就是说 当你在公司 你可能很努力地做事 但是你不善于人际关系 那么口舌是非 可能传到你 这个就是叫被害 还有呢 谣言八卦 可能影响你 这个叫被害 或是你表现得很好 人家说你 你怎么样怎么样 这也是被害 还有另外 如果是把它这个感情放小呢 比如说情侣之间啦 夫妻之间 这个害就是什么 心情不好 回去跟老婆吵架 那么今年属猪的朋友呢 在猴年呢 确实整个情绪会影响很大 所以老师也是建议 属猴的朋友 属虎的朋友 属蛇的朋友 跟属害 属害猪的朋友 在年初的时候 一定要去做一个安的太岁 然后让我们这一个猴年 能够平平安安 生生利利地度过 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都太聪明了 都知道老师 还有两个身相没有提到 其实有一句话说 No news is good news 对不对 没有坏消息就是好消息 没有消息就代表你是非常平稳的 所以这两个身相分别就是我们属马的朋友 以及我们属鸡的朋友 其实整体来讲 你们是75分到85分的中间 所以呢 人就是要这样 懂得什么叫做平稳 懂得什么叫做知足 懂得什么叫做媳妇 特别建议我们属马跟属鸡的朋友 今年在一个平稳的平台上面 好好的工作 好好的珍惜家人的感情 能够利用多余的时间 多余的预算 然后去做一个身心灵的休息 短暂的旅游放松啦 或是一个下了班之后的这个再进修 对你而言都是好的 只要不要有去贪的念头 不去参与过分的投资 或是不是自己懂的这个行业 基本上你就不会被排 被这个劫财 如果你能够做不到 你能够做到这几点 当然是好 但是如果你做不到了 就不要怪老师没有告诉你了 基本上这两个身孝 还是我们所有十二身孝当中最稳定的 已经复得了 再verage千尾 感情 veloc 你 什么 你 你 感谢观看